3月19号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求红 出席领航9加2首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论坛即颁奖典礼活动 林郑月娥在致辞时表示 十四五规划纲要有关香港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部分 将为香港带来无限机遇 她强调香港美好的前景必须建立在回归一国两制的初心和轨道 香港要有美好的前景 我们必须回到一国两制的初心和轨道 全人大通过了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 落实爱国者治港 是必须的 是及时的 我很高兴社会各界的反应积极 发声建言支持 我也感谢中央有关部门 包括中联办 在这个星期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们在短短的三天就安排了超过六十场的座谈会 听取了超过一千人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意见 我对他们的努力表示忠心的感谢 当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基本法 附件一 附件二的时候就由特区政府单起主动解释 安排落实完善选举制度的工作 林郑月娥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以来 特区政府一直高度重视 大力推进大湾区的发展建设 并积极鼓励社会各界把握进水楼台的大好机会 为自身和香港谋求更好的发展 他强调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香港年轻人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我去年11月分别与广东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 制定了2021年的重大合作项目 其中包括便离香港青年到大湾区内地城市 就学 就业和创业 特区政府已经在三个月正式启动了 大湾区青年创业制作计划 及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 鼓励香港青年登高望远 在大湾区投身创业成为 或者是有兴趣的行业发展 在更大的舞台上花灰所藏 邱红在典礼上表示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 有不少涉及香港如何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规划 希望香港把握发展机遇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继续发挥独特作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也是国家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 国家顺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任务 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香港全面参与国家十四五规划 和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了新机遇 为香港培育新优势 发挥新作用提供了重要平台 相信香港一定会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 继续发挥独特作用 实现新的发展 香港中联办将和香港社会各界一道 齐心协力 勇于探索 积极尝试 为建设具有国际竞争优势 生态文明 一居一夜一游的美好湾区 贡献力量